明朝万历年间,月曦唐秦天资聪颖,三岁开盟,五岁能师,十一岁中了秀才,被祖父大家赞赏,称为唐家读书种子,定能重振家生,谁指此后时运不济,连续三场相试都落地,家中跟着也连遭不幸,一年之内丧事不断,父亲、祖父、母亲相继去世,只剩唐秦自己和祖母、父母在世时,早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。 对方比他小三岁,是云头领陈元外家的三女儿陈珍珍,平时年节,两家互送礼物,往来不绝,唐秦想着祖母说得很有道理,未婚妻明年即将及期,先与岳父把婚期定下。 也好置办东西,便遣了没人去云头领陈家,上一婚期,谁知当日下午,没人捂着左脸回来了,一松开手,左脸上一道肿起带红印子,手臂上也一道道印记,红带红,子带子。 原来他在门口一提唐秦二字,被里头吩咐门子打出来了,说陈家好大胆子,居然敢污蔑陈家小姐的清白。 这些年,他们彼此称呼亲家,若无婚事,如何会称亲家? 没人说,这可难办了,没有一纸婚约,就算告到衙门,也是唐家输定了。 唐老太太伤心不已,唐秦却说,没了就没了,这样贤疲爱妇的岳家,我一点都不稀罕。 我就不相信,没了他陈家我这辈子就娶不上媳妇。 任唐老太太和没人如何相劝,他都硬着脖子,不肯低头,唐老太太无奈,只好亲自到云头领陈家,和陈老爷要个说法。 陈老爷吩咐下人端茶凤果,一口一个老太太,以礼相待,但提起亲事,却顾左右而言他,莫了道,这所谓婚事,不过是唐世兄在生时的玩笑话。 若是他有心成事,早该遣没人送聘礼过来才是,一无婚约二无聘礼,如何能谈婚论嫁? 唐老太太见他们这桩婚事赖定了,两家近况又天差地别,想来陈老爷爱女心切,不愿意女儿过来受苦。 既然如此,纠缠无意,就此作罢,便跟陈老爷说往后两家各自嫁娶,两不相干,陈老爷面有蚕色,命人送上一大盘银子,为老太太添衣。 唐老太太婉言谢绝了,到唐家虽不比从前,吃饭穿衣,还是不用外人帮忙的,唐老太太坐着轿子离开陈家没多久,后面有个丫鬟赶上来,喊道老太太请慢。 原来她是陈三小姐的贴身丫鬟,陈三小姐不同意退婚,但胳膊拧不过大腿,她一个闺中少女,又有何办法,只求唐老太太到官府中控告,她和唐琴的婚事还有一线希望。 唐老太太摇摇头,道,算了,事到如今,毁婚已成事实,何必闹得两家不和,人尽皆知。 替我转告你们家三小姐,愿她从今往后嫁得高门大户,夫妻恩爱,百子千孙。 话虽如此,唐老太太毕竟年纪大了,走了这么一趟,又受了些气,回到家中头昏目眩,躺了半天才勉强缓过气来,吩咐仆妇不许声张,尤其不可告诉孙少爷。 过了两日,方圆数十里纷纷传说,云头领陈老爷家三小姐与大连堂和家大少爷定亲,送聘礼被队伍,足足有三十人。 大家都说定亲已经这样隆重,若是成亲当日那还了得,岂非十里红装送嫁,唐老太太闻讯,不由吐了一大口血,晕倒在床, 虎的仆妇们一面掐人中,虎口,一面速速去南北货行报信,说来也怪,唐老太太当晚呼吸便平稳了,第二天静醒了过来,休养了一段时间,能吃能走,算是挽回了一条命。 唐琴要去寻那位博足老丈报恩,唐老太太说,听闻博足老丈住在城西宝光塔下一个草棚里,有时上山采药,有时访友问道,有时接头送药, 真要有心寻他,十次到有八次遇不到的。 唐琴去了几次,草棚还在,里面搁着一张破草席,一张宝被,连枕头都没,问附近的人,都说最近没看到他出没,唐琴吩咐下人,放了新草席新被子新枕头,又怕博足老丈留恋旧物,破草席宝被也不敢丢,收拾整齐,放在草棚一绝,谁知下次再去,新草席什么的都不见了。 依旧扑着破草席和宝被,也不知是博足老丈用冠旧物,还是被别人拿走了新草席,唐琴干脆也拿了一套被席,亲自在草棚里等待,由家仆送吃喝,一连等了四日,毫无动静,家仆劝他,要报恩也不急在一时。 日子长着呢,博足老丈老丈,可能上山或者到外地去了,总有回来的时候,唐琴想想也是这个道理,便留下一封书信和新被席,回货行去了。 刚好一个青年剑仆在等他,说要买桂圆红枣百合之类,都说他这里得货好,店里伙计原是唐家出身,早年这青年剑仆陈喜也常有交接的,还记得他是云头领陈家的人,桂圆红枣哪里没有,偏偏找到他们货行来,分明是有意气他们少爷的,分明欺人太甚,一早便婉言推辞了,请他离去,他却不去,偏要在殿堂里候着。 此刻见唐琴出现,立刻高声问唐少爷好,再提买货一室,唐琴笑笑,好,你们给他清点,挑一等好货。 臣喜面有得色,冲着伙计们挑了挑下巴,伙计们憋了一肚子气,给他清点好货物,迎货两清后,埋怨道,少爷,你也真是胆,为什么要做他们家对生意? 唐琴慢吞吞道,进门都是客,生意到了门口,哪有不做之理? 消息传扬开来,不少人笑唐琴忍功了得,更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唐乌龟,唐家仆人和伙计都觉得面上无光。 只有唐琴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来来往往,面色如常,城里有一个曾在京城当过大官,但老人知道后,叹息说,此子不是寻常人。 那年六月,连绵大雨,渐江中下游发大水,淹没了平原一大片农田,连十股岭都成了茫茫大水中一个孤岛,附近村民扶老邪幼,牵着牛挑着猪,在岭上避水,水淹到城门口。 城内,九街是八项青石板落,还是干干的,府城安然无恙,人人都庆幸不已,说宝光塔镇水水有功,唐琴想起宝光塔鞭带博足老人,他的草棚就在河边,河水上涨。 也不知他有事没事,他放心不下,跟祖母禀告后,带着一个仆人出了西城门,汤水过桥,水越走越深,快到塔附近时,水已经没过了膝盖,若非仆人搀扶,他寸步难行,好不容易走到草棚附近,仆人高兴地说,少爷,那里有人。 草棚被淹了一半,里面有个人仰面躺着,水像有知觉一样,只淹到他被袭前两分待地方,明明一样高滴滴滴,水却不能漫过去,唐琴和仆人都吐了吐舌头,这老丈果然有几分本事的,他们不敢作声,冒着腰站在草棚前,一等便是一个多时辰。 站到腰酸腿软,哎,里面躺着带那个人举起双手,伸了个大大的懒腰,仿佛刚刚发现他们,问道,你们站这里干嘛?不是要偷我的背袭吧? 唐琴自我介绍一番,感谢他留下的救命神药救了祖母一命,去去去,一年到头送出那么多药,要是每个都来堵门,我岂不是烦死? 快走,快走!老丈挥挥手,让他们赶紧走,仆人变了脸色,要跟他说道说道,被唐琴拦住了,唐琴把一直背着等馒头包子等放下,拱了拱手,拖着仆人快步离开。 他们刚走不远,只听到吃辣一声,回身一看,草棚摇了摇,被水冲进了江里,唐琴大吃一惊,冲过去要抓住草棚,谁知老丈从里面伸出头来,左右摇摇,整个人拱出来,坐在了草棚上,就像坐着小船似带,晃晃悠悠,往下游去了,仆人吓得大喊,被唐琴拦住了。 看老丈所为,并不像意外,更像他烦自己了,借水远走,一念到此,唐琴到后悔不该来打扰老丈了,这一去,也不知日后是否还能相见。